陷走在这混乱的世界 你是否也曾感到孤单 有一个地方 能让我们不受爱在世界烦摇 好好疗伤 我是影鱼 也是私生活的店长 私生活是一间以现代式为主题的独立书店 我们除了贩售市集 也会举办很多的文学活动 很多人都知道私生活是一间现实书店 就是我们只会经营十年 我们都是用诗去跟读者相遇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美好很温暖的存在 因为疫情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要写一本书 因为我相信我的读者 相信我私生活的朋友 所以我把我自己一些很内心的东西也写出来 那回到这次的募资 是私生活跟彩石一起合作的 我做了两个很漂亮的葵绘品 那第一个就是陪伴卡 如果你在人生中很迷惯或者是很孤单的时候 你可以抽出一张卡片 然后里面就有我写给你们的话 希望可以带给你们孤单的生活中 一点亮观跟温暖 还有一个葵绘品就是私生活书店积木 这是超级可爱的 会有私生活招牌 还有书柜 还有书架 你可以买回去之后 就可以自己手动把私生活盖起来 为了守护与陌生人 在茫茫人海中 擦肩而过的一秒美丽 微风 弹走街道的蜜薄 花草树木 摆动身体的思义 万物皆慈悲 于是我们继续行走 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也要好好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